中华職棒今年首度举行的是高中生季中选秀 四队当中以统一师的手脚最快 已经和四位球员签约了 今天领队苏泰安亲自帮四位小师王披上球衣 而新秀们的目标一致就是要登上一军 统一师领队苏泰安细心的为小球员穿上球衣 戴上球帽还送上加盟中华職棒的合约书 从这一刻起四位小师王确定成为统一师的一份子 他们已经随队练球 首轮被师队选进来的左头江晨彦目标很明确 希望能够尽快上一军 尽力加强自己 四位高中毕业的球员目标一致 希望赶快登上一军 统一领队苏泰安表示 球队已经为他们订好培训课表 未来升学问题也不必担心 比如说泰山来讲他也是高中毕业就进来了 那像Takke他也可以说是高中毕业就进来 那泰山现在读到研究所 那他可以现在完成他的大学的计划 统一球团迅速搞定新秀合约 一大犀牛队则是预告本周就会有好消息 这个礼拜以内 就会用正式的签业金来把两位球员谈妥 那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快看到 我们会给两位球员非常好的待遇 各球团的用心 让这些今年刚从高中毕业的球员 都能安心加入中华职棒的大家庭 联合报系蓝宗标徐三成郑卫人台北报导